20180 112162034中国四川日前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一女子捡狗后一因向主人索要报仇不成 将狗从六楼摔下至死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引发声讨 有网友直斥人狗女子时绑架私票 更有人将其住址和个人信息 人肉 虽然扔狗女子目前已公开向狗主人道歉 但狗主人仍表示要告上法庭 何某或因时间他设侵害他人财物 科基犬 利恩 一度走失 图圆 地址服 ZERO 地址服淡淡 四川成都吴小姐的科基犬 利恩 莱昂 于2017年12月走失 后被发现其住宅保安误会 她是流浪犬 于是把利恩转送 其后利恩辗转落入一名34岁的何姓女子手中 但据吴小姐公布的微信聊天记录 她向何某要求带回自己的狗屎藻对方搪塞 对方不但要求酬金 给生活费过来 更威胁会虐待及杀掉利恩 咬东西的话就杀了红烧 吴小姐答应了何的索钱要求 更提出购买另一只价值一万人民币 一人民币约 何0.1533美元以内的宠物全与她交换 但何一直没有送回利恩 于是吴小姐把经历发布到网上 虽然对方不肯就范 但有网民在何某发给吴小姐的视频中发现线索 确认何的住处 据四川 华西都市报 报道 吴小姐1月11日再次上门讨要利恩 确认所在门牌号后 吴小姐随即报警求助 警察到场后 何某开门并情绪激动否认有养狗 更叫吴小姐进屋随便找 然而利恩已经消失 最终被发现利恩从6楼住所堕下惨死 何某疑似曾寻求海狗报仇 图元 地址服 ZERO地址服蛋蛋 科基 利恩 与命何某楼下 图元 地址服 ZERO地址服蛋蛋 吴小姐事后还到何的信息 指控她 在微博造谣 及泄露私隐 要告上法庭 另一方面 警方已介入事件 调查利恩究竟是被何扔下楼还是不慎掉下 网友到何某住处声讨 图元 地址服 MUEXR地址服 事件经过报道后激怒网 您 不少网民了解来龙去脉后批评何 没人信 勒索不成私票 还有人发起人肉搜索 到何的住宅声讨 目前何姓女子已到警察局道歉求吴小姐原谅 但吴小姐表示会告上法庭 不过吴小姐在微博发声明称不接受这次道歉 要求何在媒体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她还会寻求法律援助 表示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刑法规定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得可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数额较大 得立案起点为5000元 而根据宠物繁殖基地说法 科鸡犬的最低售价普遍在5000元左右 因此如果何某的确是将狗从6楼抛下摔死 则涉故意毁坏财务最且 数额较大 上一篇 东海邮轮撞船一周火势为灭油爆炸风险 下一篇 港媒 薄熙来唱红打黑两元干将被扁猜你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